你不是最喜歡黑迪卡嗎 那我送你報紙 那我最喜歡黑迪卡是迪卡黑我們 是迪卡黑 那我送你東西直接就一直踩 是剛好手滑 那腳又剛好踩過去 沒有你踩的時候 欸鼻子送你 問一下黃金 各位今天邀請一些夥伴 一起來看看迪卡現在有什麼文章 我現在趕快去發文槍告 我們先來看一下迪卡 裡面有什麼文章吧 那今天我們就是 要搜尋什麼 黃金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迪卡搜尋黃金 會看到什麼 罵我的事情 來第一個大家看一下 有人在問達琳娜欸 還怎麼現場打電話給達琳娜 一直不爽 一直不爽 你們就說你跟她最近和好了 又沒和好 有啦有啦 沒有因為很多人都 與我們跟達琳娜吵架 這是摸達琳娜屁股 屁 沒有啦 我跟達琳娜吵架 沒有吵架 有達琳娜的IG嗎 之前上凡親頻道那位 她原本她的帳號已經 沒有在用了 現在有新的一個帳號啦 但她最近好像關滿 因為最近不是有跟她吵架 她有十一期又關滿 你為什麼不說你上摸到屁股 我就沒有摸到屁股在看 那達琳娜為什麼會離開 啊就她沒有鼓啦 對啊就這樣而已啦 白師 我算命 北溪 疫情 對現在上課三個月 五六七八 然後就停掉了 嗯她就沒了 她不喜歡現在上課 嗯 她覺得沒有親眼見到凡親老師 每天哭 宜在洗面 第二個文章是 凡親人超讚 還捧紅一堆人 而且又超帥超酷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有在看凡親影片的人應該都知道 她大多數的影片都是拍她在補習班 樓梯的角落 屁呀到這一段 基本上長相帥的 漂亮的 只要出現在影片中的IG人數 都會倍數成長 啊聽 帥的都會倍數成長 我問你現在IG多少人 我三掉了 沒有 你本來就這樣 凡親是玻璃嗎 好我們看這個第三篇 凡親是玻璃嗎 啊你又回想 是她常常嘟我屁股 哈哈哈哈哈哈 整天一直截圖 誰又在嘴YT 哇現在被嘴還不能 PO現動 但是她是成功大學 凡親教學能力怎麼樣 第四篇 會放上YT的片段都是幹話片段 我之前有放榜單在片 我排大家正當一下 那是主任這樣來宣傳 那是主任 那是不習班那時候跟我講說 要放幾部宣傳 我才放 啊沒有講我就不會放 哦 凡親很會畫重點 她說來 這裡很重要 我那時候還被愛騙了 很重要的地方圈起來 就把我螢光餅拿出來 算清高中 對 超級宇宙什麼猛男星 這個很重要畫面 這我覺得你的房單超屌 因為我們人很少 全班十個 大概兩三個會有上 政大或台大的 重重是不是沒工作啊 如題 感覺好像都在出去玩 在凡親頻道出現 吃好料花一堆錢沒工作 還有裝潢 買房還裝潢 感覺都是凡親花一堆錢 楊重重 哎呀這個我們要反駁一下 都是真的 他是屁耶 現在你有工作吧 我之前跟他們約吃飯 有時候超胖大胞帶 反駁 屁啊 我之前跟他們約吃飯的時候 有時候反駁都會說要等 重重下班 美女重重下班 沒有沒有 肩膀只有留著 有人知道反駁是誰嗎 明明沒訂閱一直跳出來 真的很煩耶 真的有人以為他是珠希的 哦 珠希 豬差補齊班 沒什麼營養成分的Youtuber 我按一個開心 裡面 按一個開心 為什麼Youtube會跳你的廣告 沒下過廣告啊 他應該是白癡吧 他應該寫說推薦吧 今天他自己點進來看 所以Youtube就一直推薦我的影片啊 那種說話方式 聽一兩三好笑 代表他有看過嗎 昨天本來想跟表妹分享反駁的影片 發現楊陽當封面的影片都下架了 楊陽已經泛出目前 他不能在目前拍片了 報告完畢 好反正楊陽現在不能在目前啦 高歌離席 廉價正式開始 廉價正式開始 然後推薦一些優質的影片給大家 有一個人推薦Youtube影片有推薦我的這樣 以上就是今天的 迪卡搜尋企劃 有什麼感想 活該被搶 下一個就換你了 你說什麼你也想上迪卡喔 沒有 不要 如果你上迪卡的話 你希望是什麼標題 上迪卡喔 幹 看是好難壞了吧 就壞的 迪卡大概10片有9片是壞的啊 他如果說什麼鼻子不紅 然後又是學地獄流的 對喔你已經遇過一個肥安 然後以上就是今天去迪卡搜尋自己的名字 看看有什麼算命的留言 我以前比較不能接的 但我現在已經可以接受 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團隊了 所以可以接受大家上去酸我們 當然 那盡量以鼻子為主去酸 盡量不要酸到我 成熟的團隊還會把影片弄不見喔 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拍一整天 要最後影片弄不見 對 最後宣傳一下喔 繁星日常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我的第二個頻道 然後繁星的Ttalk也可以去追蹤一下 然後繁星的IG 追蹤起來 還有繁星的FB 然後鼻子呢 最近有一個新的IG 然後還有鼻子的頻道 統稱會不會開始運行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重重的IG跟Youtube可以追蹤一下 然後繁星有新的IG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謝謝大家